靠APP因为手机也办得到 只要划开常用联络人之后点进去 如果我想要传一个笑脸给他 只要按下去之后 传送出去 他马上就收得到了 概念类似Apple Watch的功能 只要配对另一只也是S6H Plus的手机 就可以不只互传表情 还可以及时拍照给对方 而搭载广角镜头的手机 多人自拍 最怕旁边的人变形 但这回新增的脸部校正 再也不怕被拍丑了 在5.5寸以上这个市场 其实快速成长 大概从整体市场的19% 大概成长到44% 所以其实大概有一倍 所以其实在大尺寸这个部分 其实消费者也会希望有更多的选择 不怕自己人打自己人 和Note 5同时亮相的S6H Plus 预计9月初上市 最大差别就是触控笔和弯曲萤幕 如果和即将上市的iPhone 6S 与小米Note比起来 不管是在萤幕尺寸 记忆体容量 相机画素都是S6胜出 但是售价上相对也不亲民 如果光看这两个产品 我今天萤幕搭这么多 但是它的售价其实 大概差个两三百块而已 其实我觉得同样是高价品 但是价位我觉得还算OK 虽然比上一代S6H贵一点 但是三星祭出下列六款 旧机换新机 最高折抵一万元 吸引买气 甘选徐宗李轩台北从道 好 好 好